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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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八个字是姚虫说的 但是这八个字是取之于诗经的 诗经的意思是 拿了黄虫用火灭它 同时下了一道非常严厉的 当了以皇帝的名义下的一条旨意 要求各地严格遵守 灭出黄开 说各级官员如果坐看黄虫石苗 何能不救 如果因此造成激情 造成灾荒 你们将如何来按自己的心 如何来向皇上向朝廷交代 所以在姚虫的这种坚持之下 也根据黄虫的这种天性 黄虫的天性是白天去光 晚上去火 所以让黄虫出没的地方 架起篝火晚上 同时旁边挖起生猴 一边烧黄一边埋黄 这样一场发生在一千三百多年铁 大规模的厨房 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同时也给后世厨房立下了一个榜样 在当年来说不但是一个具体的行为 而且带于一种理念上 一种精神上的这么一种胜利 对天灾的一种实力 姚虫做事经常是这样 类似风行 而且有主义 有理论 所以他自己也很得意 所以意思是他跟朋友交流 他说你们看看 我做宰相是怎么做的 我不比其他人 比比春秋时期的奇国的观众 比比燕英 你们觉得怎么样 结果朋友拉他开玩笑 说管众和燕英 他们执政 虽然留不到后世 但他们在生的时候 是可以执行的 但是你姚公呢 在生的时候也未必能够实行 你可以说是救死宰相 姚虫当时一听 经历一点失落 怎么比管众比燕英比不上 但是马上又坦然了 他说了一句自嘲的话 但是也是肯自豪的话 说救死宰相 其欲得哉 有几个人来救死的 所以姚虫从此以后 有了一个绰号 也有一个称号 叫做救死宰相 但是人无完人 姚虫有他的优势 有别人所不具备的才干 但是姚虫也有他的落象 他的落象是什么呢 能一能干 他的豪狭志气又起来了 于是一言堂也出来了 弄不得其他的意见 姚虫功劳一大 那么他自己 开始有的说就违反了 他自己也隐私了 他的一个下属 中书令下属的一个官员 犯了罪 应该死罪 但是他第一 爱惜这个人人才 第二 这个人关系跟他不错 所以他不断地向皇帝请求 要舍免他 要放他一马 唐玄宗李隆基给了他面子 所以在一次大使令中 把这个人的名字加进去了 把他流放到岭南去 姚虫一看到名字以后 开始的时候 他向唐玄宗求情的时候 不觉得是什么大了不得的事情 但是一等到这个名字一出现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 开始不觉得一个事情 是有多严重 等到一公布 文字一出来 觉得事情严重了 皇帝这是给他卖面子 姚虫越想越不安 不断向李隆基打报告 面臣 说自己在待在这个位置上 不合适了 希望持相 后来姚虫 持相回到洛阳 当然继续为李隆基出主意 那么他推荐了他的好朋友 也是曾经和他同时为宰相的 送信 白家讲他的微信互动平台上 有一位网友提出 为什么姚虫要在李隆基赦免亲信后 坚持辞职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起因 如此而已 那么姚虫在李隆基继位以后 在蔚南召见姚虫 希望他到长安去 继续做宰相 他本来就做个宰相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那个向唐玄宗提出了自己的十大实证纲领 十条里头其中一条 就是法行使禁 那么法律的推行 惩罚的推行 要从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开始 那么一旦唐玄宗对自己最亲信的人 他不但不思法 而且给予舍免 那么姚虫会认为 唐玄宗已经不需要自己了 怀着对大唐王朝的无限眷恋 姚虫不得不离开了宰相的位置 姚虫走了 但是他所提出的整顿机构 裁减容源 抑制奢靡 改善民生的施政方针 却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 而被后继者废弃 在临行之前 姚虫向唐玄宗提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 请诉有恪守道义 正气凛然之名的宋景 接替自己的相位 继续为大唐盛世保驾护航 那么宋景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他的继人又将在姚虫的基础上 开创怎样的新局面 面对着已经走上正轨的国家 唐玄宗李隆基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那么宋景开始的时候和姚虫 一起被外放到他州 后来回到了长安 这一次又得到姚虫的推荐 重新做宰相 那么他们两个性格是不一样的 姚虫的性格 豪爽 雄气 奇才 而宋景则是守正 讲原则 这恰恰是两个人的互谱 也可以说为唐玄宗的开源之志 他们在竭力 当要搏乱反正 当要大道阔斧 进行改革的时候 姚虫出现 当国家要顺着这条道路 继续发展的时候 宋景出现 宋景知道自己的使命 他重新做宰相以后 给自己定三条原则 第一 姚虫所推行的制度 包括诗人纲领 恪守不移 这就有点像 我们西汉说的 萧归朝水一样的 第二 以反姚虫的一言堂 御师和同僚商量 伪官认命 各得其所 第三 继续坚持原则 继续向唐玄宗 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意见 有的时候提的 李隆基是很难堪的了 但是他也知道 宋景的这种性格 这个时候国家也需要宋景 所以可以说 姚虫和宋景 在开源的前夕 前伏后继 进行了一场竭力 把开源推向盛世 那么后来的历史学家 用了非常多的 宝阳的这种语言 来赞赏他们二位的贡献 北宋两位伟大的史学家 一个叫司马光 写了《知智通鉴》 一位叫欧阳修 和宋奇一起主编了 《新唐书》 那么我们看看 欧阳修的《新唐书》 是怎么评价他们二位的贡献 姚虫 善应变 已成天下之物 这是姚虫的特点 宋景 善守文 已知天下之正 一个是成天下之物 一个是持天下之正 二人道不同 同归于智 此天所以左唐 使忠心眼 欧阳修甚至认为 他和他的同事们甚至认为 这两位的出现 是上天 要使唐朝 在开元时间 重新忠心起来 唐三百年 俯辟者不为少 独虔诚防渡 后臣姚首 何灾 为什么 君臣之欲和 盖难以 不仅仅是姚虫宋景的伟大 更伟大的 是唐宣宗李龙吉的伟大 不仅仅是黄宣宁杜鲁会的伟大 更伟大的 是唐太宗李世民 那么多的官员 唐太宗 为什么看中 唐 黄玄宁 杜鲁会 后来的人说 黄玄宁散谋 而杜鲁会散断 有什么事情 黄玄宁出处意 杜鲁会来了 说就这样办 而这样办的主意 恰恰是黄玄宁的 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 姚虫宋景也一样 那么多的官员 唐玄宗 继位以后 真正清政以后 两个月 就来到渭水 招来姚虫 这种 统治者的这种慧言 姚虫和宋景 他们进行了一丝竭力 性格不一样 风格不一样 但是为了唐朝的繁荣 为了唐朝的昌盛 他们共同地努力 推进 开元自治的这种发展 但是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 欧阳修的新唐书 特别提到 君臣之遇 姚虫和宋景 能够施展他们的才干 恰恰这个时候 是李隆基所需要的 因为李隆基这个时候 是有报复的一个政治家 是希望历尽图治 把他的开元时代 打造成和贞观时代媲美 甚至超越贞观时代的 这么一个新帝时代 从开黄大业到贞观之志 从开元天宝到五代十国 一位位铁血豪情的开国名将 一段段发人深思的治国往事 一曲曲激扬奋进的历史交响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 为您倾情开讲 国史通鉴 随唐五代篇 李隆基登基之前 大唐王朝建国已近百年 百年之间 虽然经历多次的曲折 反复和震荡 但国父民强 定国安邦的愿景 却一直心火相传 延绵不息 从结束随末的天下乱局 到贞观之志的与民修夕 从高宗武则天时期 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到开元初年 遥送接力左唐中心 历史的天空再一次出现了盛世的光云 大唐的岁月里注定将展现一片非凡的花彩 那么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期 作为天子的唐玄宗将有哪些值得后世铭记的作为 他的报复又将最终如何实现呢 我们如果算一算 唐玄宗在开创开元之志 他干了些什么事情 那么有哪些丰功伪计 我们算一算 比如像西汉汉武帝那样 驱逐匈奸 开东西域 风扇泰山 盐铁官云 无论中内政 外交 经济 政治 都有大的举措 唐玄宗这个时候没有 除了风扇泰山以外没有 唐朝开始的时候编换是突厥 突厥的问题在唐太宗时代 大体上解决 而西域在唐太宗 唐高宗 武则天时代 一直在进行解决 所以到唐玄宗的时候 这些事情用不着他做 那么大家说这叫什么盛世 这就要说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它实际上有两种风格 以后我们这谈宋代 这谈明朝的时候 冷难要说这个问题 有一种盛世 是波澜壮阔 弄得你热血贵胆 另外一种盛世 是论悟无声 它论悟无声 你可以感觉出来 但是很难隶属 开元盛世 恰恰属于后者 唐玄宗亲政的时候 是公元713年 这一年 距离唐朝的开国 将近100年 在这100年中 唐朝经历了高祖武德时代 在这种草创时期 又经历过太宗 李世民贞观时期的 这样一种内政和外交 再经过唐高宗和武则天 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统治 唐朝进入到一种 持续发展的时代 国内可以说是无大乱 环顾四周 四周无强敌 整个经济在持续发展 民众在生产之中 增加了财富 社会在富庶 民众在富裕 整个国家财富 它也在积累 所以唐玄宗面临着 是这么一个时代 尤其重要的是 随着国家的稳定 虽然高层的动荡不断 但是整个社会 它是处于一种稳定 唐玄宗李隆基 他正处于一种 国际内论同和国内论同 都比较高的时候 这就是他处的一种 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 他所做的事 他需要做的事 是顺势而尽 因此利倒 把这种局面 推向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说来容易 做起来并不容易 好的时代 好的形势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唐玄宗面临的时代 恰恰是经过 三百来年点 两进南北朝的 民族冲突和农合 以及隋唐一百多年以来 这么一种经济的发展 政治的发展 而造就的一个时代 那么这种顺势而尽 落实在他的措施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字 或者八个字 第一 是严于自立 第二 宽于待命 我们在中国所有的时代 如果看到这八个字 社会就乱不到哪里去 如果一旦出现乱 恰恰是这八个字出现问题 或者自立不言 或者愚民不宽 说到自立 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 开元时期的自立 中国历代的自立 一种什么误解 以为自立 就是承受腐败 以为自立 就是打击贪章妄法 严格说起来 这只是自立的一个环节 甚至是末端环节 中国传统的所谓的自立 它是一个系统 是一个管理工程 包括官员的培养 官员的选拔 官员的教育 官员的监督 官员的考核 官员的讲诚 整整一套 这才叫自立 它是一个管理体系 那么唐玄宗在这个方面 它不仅仅在实践上 在理论上 它也是有创造力 我们先做实践 那么在实践上 李隆基清政以后 不断地精简机构 割除从武则天以来 所设置的各种各样的 农职 农官 农利 为国家节省开支 同时也提高行政效率 另外一方面 继续推进 由隋朝创建 唐朝继承的科举制度 从寒门和豪门里头 选拔大量的人才 来充实政府 改变官场的结构 扩大统治技术 这从实践上 那么从理论上 它有总结 理论上怎么总结 他让张岳 当然后来还一个著名人物 叫李林普 以他自己挂帅 对唐朝武德 贞观以来的 机构的设置 官员的论命 各种官员职务的 他的职责范围 以及奖程制度 他进行总结 这个最后 竟然编成了一部 中国历史上 划时代的证书 叫做唐六典 这唐六典 一共三十卷 三十万字 开了中国历史上 官修证书的掀刻 你想以后 我们要说到的 清贵点 明贵点 原点章 什么等等 都是原作这一条例 过来的 说到这里 还要强调一条 我们刚才说到科举制度 我们往往认为 科举制度 为天下寒门子弟 开避了一条 通向仕途的道路 不错 但是要注意 通过科举 通向官场的 不仅仅是有寒门子弟 也有豪门子弟 我们刚才说到的 姚崇 宋 宋锦 都参加过科举 但是 他们不是来自于寒门 而是来自于豪门 科举制度真正伟大 是两个 第一 打爆门第 第二 体现公平 稍微打爆门第 是让寒族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进入仕途 扩大统治基础 是决策圈里头 有来自于底层的代表 但是第二 让所有的豪门 你在科举面前 要放下身段 和寒门子弟 在某种意义上 是公平竞争 这也是它的伟大意义 但是任何制度 它都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书面上的条文 第二 你怎么执行 靠什么人去执行 所以唐朝的智利 唐玄宗时期的智利 不仅仅是 自定长流点 不仅仅是推行科举制 还有你谁来推进 这就体现在 唐玄宗理论基的用人上 宗唐的时候 两位著名的诗人 一个叫做袁枕 一个叫做白基义 并称为袁白 就像圣唐的时候 李渡一样 那么袁枕的 对于开元年间 所用的宰相 李隆基所用的人 他进行了一个描绘 我们看看他列举了哪些人 说西我玄宗明皇帝 的姚元崇 姚元崇就是姚崇 姚崇原来叫元崇 后来经过各种因素 改了名字 宋锦 死之 铺成大法 以河人水 又一字以张月 苏廷 张家珍 张九龄自徒 姚元始终迷逢 不是纪律 列了六文 这一批人 都有他的特长 自通见 又列了韩修 等人 所以用什么人 可以看出 你这个君主 对国家的自体 对国家的考虑 你处于一种 什么样的状况 你是历经图治 还是一直消退 当用这些人的手 都是他历经图治的手 从开黄大业 到贞贯之治 从开元天堡 到五代十国 一位位铁血豪情的 开国名将 一段段 发人深思的治国往事 一曲曲 激扬奋进的历史交响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方志远 为您倾情开讲 国史通鉴 随唐五代篇 百家讲坦的微信互动平台上 有一位网友提出 唐玄宗开元年间 为什么总在 频繁更换宰相呢 为什么这么多 第一 唐朝的宰相不是一个 三省都是宰相 所以他本来就多 另外唐玄宗 李隆基 他在继位以后 他的统治经历过几个阶段 所以每个阶段 他都要符合自己的这种要求 这些官员来做宰相 当然大家会认为 稳定性更重要 但是后来很有意思 一旦稳定了 一旦李丁甫做宰相 做了19年 那么这个国家反而出现问题了 所以历史的事情 我们很难用一把尺子来量 觉得宰相多就一定不好 或者宰相少就一定好 也未必这样 从姚崇宋景 到张家珍张月 再到韩修 唐玄宗时期的朝堂之上 可谓是众星闪耀 正通人和 韩修离开之后 著名诗人张九龄接替他 成为了新的宰相 虽然人世不断更迭 但是智力宽民 直见节俭的作风 却始终在开元年间的朝堂之上延续 这是一个历经图治的时代 也是一个顺势而为的盛世 在明法度 严厉制的同时 唐玄宗李隆基和他的古功之臣们 对于百姓社会生活的治理 却采取了相对宽容 人和的做法 在方志远教授看来 这宽民二字 也是开元盛世 留给今天的宝贵历史经验 请继续收看国事通建隋唐五代篇 第十八集开元盛世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看到如何宽于代民 注意注意 这个民包括社会各个阶层 包括小民 次贫之民 同样包括富豪之民 而能不能宽民 在某个方面还体现在 能不能宽于对待那些富豪 说到这个事情 有一个人物就不能不提了 这个人物的名字叫王元宝 这个王元宝是个富商 甚至富可敌国 那么既然是富人 对钱自然特别的喜好 作为注意 唐朝通行的货币 是铜钱 而最著名的铜钱 流行最为广泛的铜钱 叫开元通宝 但是注意 开元通宝不是开元年间铸的钱 而是唐高祖武德以后 从武德开始 不断在铸造的钱 开元通宝四个字 是唐出著名的四大书法家之首 是欧阳寻先生 清笔书写的 这个王元宝自己的名字叫元宝 而唐朝最通行的铜钱 开元通宝 又是元宝 所以人也是元宝 钱也是元宝 因此王元宝就称 开元通宝叫王老 钱是王老 谁做年龄的长大 王元宝自己也是王老 这个两个王老和二而已 这个故事就传到宫殿 传到李隆基的耳朵里头 李隆基听了以后 非常的好奇 也觉得好玩 还有这么有意思的有钱人 结果有一天 李隆基正在长安的韩元殿 拦造中南山 结果在云云约约 看到有一条白龙 横杆在山间 他们左右 说你们看到 什么东西没有 左右说没有看到 李隆基说赶快请王老来 结果立即把 当然都在长安城 把王元宝请到韩元殿 然后让他看 当然肯定发生了变化 说你看到远处的山间有什么 王元宝说 看到一条白云 但是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再问左右 左右说什么都没看见 怎么我们没看见 李隆基觉得很有意思 说你们知道吧 有一句说法 自负可敌自贵 王元宝是自负 自负之人 而郑是自贵之人 当然只有我们看得到 你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大家君臣哈哈一笑 很和谐 李隆基乘着高兴 就问王元宝 说王老 听说您那个钱太多了 你算得清楚算不清楚 知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多少财富 王元宝可能也真不知道 说我说一个事 来比喻我的财富有多少 陈秦已捐一批 记陛下蓝山树 蓝山树尽 臣捐未穷 我用我的每一批捐 去记在陛下的蓝山的每一棵树上 蓝山的树完了 我家里裤仓里的捐 还多得肯 你看 如此百阔夸富 这个王元宝如果要放在明朝明太祖 红武年间 十个百个千个万个 一个也留不住 但是 唐玄宗以他的大器 以他的智贵 能够隆得下王元宝这种智负 这就是唐朝的大器 当然也是 李隆基个人的大器 作为主义 一个社会 能够出现王元宝这样的富人 他是有由来的 财富也是有生态链的 他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发展 民众的富裕的积累 才有王元宝这种人 而根据当时的记载 整个开元年间 从整体上来看 人民的生活是富属的 社会 次序 它是稳定的 所以 杜甫 后来有句著名的议席诗 来谈开元时代的 这种民众的这种富属 和社会和社会的稳定 我们看一看 说 议席开元全盛人 这种诗非常著名的 小玉油肠万家事 一个小小的地方 不起眼的乡镇 可能这里 都有腰缠万贯的富豪在里头 稻米流子 熟米白 公是昌林 巨峰时 这是谈富属 九州道路 无财苦 说社会的安定 远行不劳 吉日出 你根本不要挑什么广岛吉日 哪天想出门 哪天出去 齐完如搞 车斑斑 男跟女伤不相识 一片太平的景象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这种太平的景象 开元年间29年 开元以后 它还在持续 它并不就此了当 那么这样一种盛事 它如何继续推进 继续延续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